大家好我是小飞 在奥特剧中 奥特曼有过多次变成 实相或者同相的经验 而在小飞意象中 最深的还是奥特之父 登场救援的两次 而这两次登场 奥特之父却展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记得第一次在艾斯奥特曼TV中 当时强悍的希伯雷特新人 先后将艾斯奥特曼和其他奥特兄弟 纷纷变成了青铜像 在绝望之间 奥特之父从遥远的M78星云 赶到了地球救援 但由于在途中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奥特之父并没有战胜希伯雷特新人 即便使出了他的得意法宝 奥特雅琳也无济于世 可谓是让他的脸面荡然无存 但是在奥特佛最后倒下之间 他把所剩无几的能量 传输给了艾斯奥特曼 最终艾斯打败了希伯雷特新人 才复活了众奥特兄弟 而第二次是在 《孟比优斯奥特曼TV》第37集中 当时孟比优斯苦战三面魔像 宇宙人加修莱因 但两者实力却还存在着差距 三张脸的加修莱因 能够分别使用出不同的能力 来对付孟比优斯 在孟比优斯被自己反弹回来的技能击倒后 加修莱因迅速用他的另一种能力 使得孟比优斯变成了一尊金色的铜像 变成铜像后的孟比优斯 失去了一切的行动力 使得任由加修莱因狂虐 加修莱因见孟比优斯全身都金色铜像化了 唯独计辞计计器没有变化 仍然是保存着蓝色的样子 于是他猛砸小孟的计刺器 想要彻底摧毁他 就在计刺器即将破碎之时 奥特斯傅终于赶来救场了 这一次奥特斯傅所展现出来的风范 完全有别于上一次 就连出场的光环都增加了不少 没用几招就把加修莱因细耍得不行 在用奥特披风遮住了莱因后 他传出了些许能量给小孟 孟比优斯瞬间复活了 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而苏醒后的小孟也像是打了鸡血般 居然用一招孟比优斯爆裂 就将加修莱因给击败了 可见主角的光环还是蛮大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奥特斯傅可谓是风光了一回 终于展现出了光之国最高领导人的样子 也算是为第一次的惨败挽回了些许面子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找我观众 咱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